她叫庆文怡,死前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勇叹星星,却在最美好的年华意外猝死。 庆文怡1998年出生,13岁便进入了北京队,刚开始被认为天赋一般,算是勉强才进入队伍,前景也不被看好。 经过了两年的刻苦训练,庆文怡成绩突飞猛进,队里很多人都感到十分惊讶。 她的强势,崛起让青黄不佳的北京队看到希望。 2015年全国青年运动会上,庆文怡以一分08秒99获得女子挖泳100米比赛冠军,两天后又夺取了200米挖泳冠军。 这时候她才17岁,进步的空间非常巨大。 现在的中国游泳,最不出成绩的就是挖泳。 我们的男女项目现在都很弱,虽然当年也有齐灰罗雪娟这样的名讲。 但是在他们退役之后,中国的挖泳甚至连决赛都难以进入。 此后,史静凌今年世锦赛夺取100米挖泳第5和200米挖泳同台。 女子挖泳才看到了一丝希望。 这时庆文怡恒空出世,让大家非常兴奋。 因为从年龄上看她更有优势。 如果能继续培养,那么她将和史静凌复制当年罗雪娟和齐辉一起冲击金牌的场景。 可是天度英才,在夺取青年锦标赛冠军的一个月后, 庆文怡死在了自己的宿舍。 17岁的星星就这么英年早逝,让人不慎吁吁。 中国勇叹从此失去了一位超级星星。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,她的尸体随即就被火化,速度之快让人惊讶。 而且她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。